大家好,欢迎来到白美老鹏 今天的话题是我们餐里的新成员 豹子甘蓝 豹子甘蓝又叫芽甘蓝 属于十字花颗类甘蓝类素材的一个变种 味道甜美,营养丰富 它洗凉泡热是典型的秋菜 它湿液温度是12到20摄氏度 晚上10度左右 白天不高于20度 是小叶球生长的最佳时期 豹子甘蓝源自于地中海地区 现在白美广泛种植 我们今年猜园第一次种 雅东地区8月初室外移植最佳 10月底到10月初就可以收割 它生长周期一般是90到110天 小叶球直径大约一厘米的 叫做大豹子甘蓝 白美地区普遍种植的都是大豹子甘蓝 我们猜园也是 看我们猜园里的这个 现在直径已经超出了2厘米了 单株高度超过50厘米的 就叫做高深豹子甘蓝 你看这个已经超出了110厘米了 所以我们猜园今年种植的 都是高深豹子甘蓝 豹子甘蓝室外移植的程序 与辣植很像是要丝足足够的抵肥 它的这个苗间柱是控制在40到50厘米为最佳 适当密质也可以 因为它的根部非常发达 关键是它的这个移植时间不能太早 8月初为最好 菜苗在苗布公司很容易买到 我们今年没有自己育苗 再重复一次 这个豹子甘蓝是特别怕热的 不能在剩下的时候 移植否则的话会出现虫害 在小月球开始形成之后 就必须对豹子甘蓝进行减顶 否则会降低这个豹子甘蓝的产量 当时这个小月球形成之后 也必须对它进行剪枝 离地面起至少要剪空40到50厘米 剪顶和剪枝都非常重要 小月球没有形成之前的幼苗生长阶段 需要保持潮湿 这时候至少两天就要浇吃水 但是在小月球形成之后 却要保持相对干燥 这时候每个礼拜浇一次水就可以了 小月球形成以后才要多浇肥 这时候要浇这个 零甲含量高的这个有机肥 豹子甘蓝的浇肥有一定讲究 在小月球成型之前要少浇肥 两个礼拜浇一次就可以了 否则它会引起这个枝叶生长过于茂盛 还有虫害 只有当这个小月球形成以后 就要多施肥 每周的频率要两次以上 我们是有机菜人 所以一定要从头到尾要浇有机肥 浇肥的最佳时间是上午10点以前 小月球的这个健康生长 喜欢低温 当晚上温度低到10多左右的时候 它是生长最快的 轻微伤动以后是摘取豹子甘蓝的最佳时候 因为这时候它的味道特别鲜美 10月29号我们这里经过了第一次霜冻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开始可以收割豹子甘蓝了 我们今天把这一株全部收割掉 收割这豹子甘蓝也挺好玩的一件事情 这是这一株豹子甘蓝的全部收成 每一株这个豹子甘蓝的数量如果超过50个的话 就算达到标准产量 这一桌采收了68个 当然了那个专业农场这个重量可能个头更大 数量更多 但是我们强烈的是有机生活与健康 我们把产量盒不是放在第一位的 用清水浸泡豹子甘蓝 它的重量又为1磅 我把每个豹子甘蓝一切为2 放入15毫升的植物油 然后用这个温火清潮 然后放入两克的点盐 然后再用温火清潮 约2分钟即可 就这么超级简单 只用油和盐就可以做出比餐馆还要美味的这个美食 这就是有机蔬菜的魅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